那当然郭台铭会让自己搞到进费失据的地步 但是郭台铭的问题不解决的话 我可以告诉各位 对国民党来讲一直是心腹之患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7月23号国民党召开全代会 召开全代会现在用四个字来形容 三与一来 还有四个字叫风波不止 三与一来风波不止 为什么 因为在723的全代会 朱立伦的意思要把四个问题统统解决掉 换猴 拔出 挺郭 含上 这四大议题 像连续记一样的 已经连了将近21天了 就是说 现在723这四大议题 再讲一次 换猴 拔出 挺郭 含上 他要在723这个会议里面 让连续句画下 ending 就是画下羞耻服 使国民党内跟外界不再讨论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723之前 就我所知 国民党是严正以待 为什么讲严正以待 一方面 他要关注到党代表的动向 另外一方面 他也要关注中常委会会提案入席 那第三方面 侯友宜定于一尊以后 就是拔出挺郭 含上的问题 怎么样让他消除掉 那第四方面 就是说 一旦定于一尊 侯友宜的气势 选战造势 要正式扶出谈命 这个四个议题 刚刚好跟这个四个是相互配合的 就是 幻侯 拔出 挺郭 含上 这四个相互呼应 为什么讲三与一来 就是说国民党的提案 虽然已经全部送交给大会 因为时间上 7月23号 星期几天 那 秘书处跟国民党 党中央 他就是必须要迅速的处理 看有哪一些提案 那第二个 尽量缩短时间 不要让部分的党代表 或者中常委突然发难 突然发难的话 党主席就要迅速的处理 那迅速处理的方式 就是表决反表决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何先稳住 侯友宜 如果侯友宜 没有办法稳住的话 后面的拔出 挺郭 跟韩上的问题一定会成为党代表热烈讨论的焦点 那当然就国民党党章来讲 你要拔出非常困难 因为党主席任期四年 除非他自行辞职 那党章没有留下来说 你怎么样罢免朱立伦 所以现在朱立伦 与侯友宜两个是绑在一起 那这两个先稳定下来以后 那自然挺郭 那挺郭派他发表意见完 那就没事了 但是他会不会出走 不知道 那韩上呢 那也成为历史的名词 所以我们现在看 国民党的中常会 为什么叫做三月一来风破不止 三月一来是指国民党党中央 可以在七月二十三号 把换猴拔出挺郭 跟韩上的问题一次解决 但是解决以后 他的后遗症那是什么 各位想想看 你只能够保住 不拔出不换猴 但是挺郭跟韩上 这个问题在全代会之后 他还是会继续流传 所以为什么风破不止 因为国民党内部 那我知道的 至少七家四席的中常委 截至目前为止的时期 一直会到闹到 差不多九月多 等中选会公告的时候 他们才会停止 就跟2019年一模一样 那至于韩上 韩上只要韩国瑜表示 不参选医院 而又挺郭 又挺侯的话 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现在就是挺郭的问题 已经成为国民党的心腹之急 因为郭台铭的动向不明 一位于两者之间 一方面又是民政党 一方面又是国民党 那当然郭台铭会让自己 搞到进退失去的地步 但是郭台铭的问题不解决的话 我可以告诉各位 对国民党来讲 一直是心腹之患 虽然国民党不会再让 郭台铭进入国民党 新风作浪 可是他在外面的灶浪 也让国民党受不了 所以为什么三日一来 你可以解决 风波不止断不了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那至于说我们回过头来讲 虽然723的全代会 会通过 侯友宜代表国民党出战 而朱立伦也 所谓的保住主席的位置 但是我们可以看 我们拉 我们拉长时间看 我可以告诉各位 还有一个问题 当侯友宜失败 朱立伦必然是党主席的时候 谁领导国民党走向 下一个世代 这个是在723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我们一起 侯友宜失败 朱立伦必然下台 必然下台 那新一任的党主席 能不能够抵挡民进党的追杀 能不能够阻挡民众党 彻翼的袭击 这一些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723过了以后 蓝白和究竟要往哪一个方向走 就考验朱立伦 侯友宜跟金甫冲 他们的能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